美里裴明中学今日举办2023年高中第53届毕业典礼 共有91名高三生告别中学生涯和母校 校长杨友和致辞时强调 毕业并不是成功的终点 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学生们已经获得了知识和技能 但要记住 学习是一生的事业 不断地学习 成长和适应变化将是你们成功的关键 他说 该校迎来高中第53届 初中第59届毕业典礼 代表着学生们迈向新生活的起点 毕业是一段旅程的结束 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美里裴明中学董事长许维龙表示 中学毕业不仅仅是知识的结束 更是个人成长的起点 在这段难忘的旅程中 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成长 他说 高三毕业是一个里程碑 也是共同奋斗的起点 美理事议员范发春表示 中华文化需要一代一代永续传承 由新一代人传授 传播 他说 感谢各界选择让孩子 在培民中学读书学习 这不只是在课堂读书求学 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他称 六年不是六天 现在培育孩子不容易 不像过去 希望毕业生向给他们传授知识 陪伴成长的家长 全体老师表示感谢 感谢六年来的辛勤的劳动 无私的奉献 感谢今日也非常有点 优优优独播剧场——前程 震灵优独播剧场——前程 前程 敬优独播剧场——前程